然後在他帥氣的過去的時候呢 他就順手把那個500塊抽回來 放在自己的口袋裡面 欸!你怎麼會這樣子呢? 然後他又說 他沒爽到嗎? 他也有爽到啊 就是互相爽啊 為什麼我就要付出的比較多? 我已經出MOTEL的錢了欸 一開始的時候他就問他說 欸?那你有在吃避孕料嗎? 因為我帶套會勝不出來 這個到底是什麼問題啊? 怎樣?是有多客家啊? 你媽的!客家就自己在家打手槍啦! 約什麼約啊? 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沒關係!最近啊 就是我跟我朋友聊到 現在約泡這種東西呢 就是很稀疏平常吧 大家也不太會去質疑你什麼 畢竟在這孤單的城市裡 很多人都會這樣子啊 我也想這樣只是我個性不符合而已啊 你懂我意思嗎? 那我這些朋友呢 跟我分享這些故事的時候 我有時候真的覺得很疑惑 我先講一個 我男生朋友的故事好了 我這個朋友他就是比較 客家的那一種 就平常比較節儉啊 但自己也是會賺錢的 好不好 於是呢 他就打遊戲 就是手遊之類的 然後跟鬥塔類型有關係的 他有打遊戲 因為他蠻強的嘛 然後於是呢 就上面有很多妹會 你知道 其實鬥塔遊戲就是手遊的 就是會有很多妹玩啊 然後很多妹玩他就約到這個妹 因為他約到這個妹之後呢 於是呢他們就是有約出去 然後就有約去就是Motel這樣 然後他們就度過了一個開心的兩個小時 然後我這個朋友 就要準備離開的時候 女生就突然跟他說 我帶不夠錢搭 建車 你可不可以給我500塊這樣子 他就說 喔好啊 他就掏出了500塊 那你知道那種Motel 可能旁邊都有那個台桌燈嘛 就放在那邊 就放在那個那邊這樣子 然後於是他又穿衣服要走了 那個女生 又跟他說 那你可以親我一下嗎 然後我那個朋友也OK啊 畢竟我那個朋友玉樹臨風嘛 就想說好啊 就帥氣的過去 給他一個 然後在他帥氣的過去的時候呢 他就順手 把那個500塊抽回來 放在自己的口袋裡面 離開 Amazing story 然後於是我們就 就我聽到這故事我就很生氣啊 我就說 然後我聽到這故事我就說 欸 你怎麼會這樣子呢 於是我就開啟 開啟跟他 小小的辯論的那個 他說只是約炮而已啊 我就說 可是人家是女生耶 怎樣 他說女生又怎樣 我就說 欸 你剛剛設完你很爽耶 然後 他說 他沒爽到嗎 他也有爽到啊 就是 互相爽啊 為什麼我就要付出的比較多 我已經出Motel的錢了耶 然後被他講完 我好像覺得說 好像邏輯也對 我也不應該這麼護女生 但是 你不要這樣說嘛 可是人家也是想要搭建車啊 那這樣怎麼辦呢 邏輯沒有輸 對啊 然後我就說 這個不是邏輯的問題 這個是 品性的問題啊 這是做人的問題啊 他說 可是我之後 我通常不重複的 我之後 不會再跟他見面啦 也不會跟他聊天啊 我沒有天要跟他聊啊 我的意思是說尖頭門的部分 對 就是尖頭門的部分 但是我想一想自己好像又很 就好像這樣又有點不公平 可是 我不知道怎樣算公平耶 那一開始就拒絕 為什麼給500又說完 沒有 他是 一開始他想說 好像應該給 但是之後那幾秒鐘 他好像想一想不對啊 為什麼 所以才又 剛好有這個機會去收回來的 公平就AA啊 聊天室 你們跟女生去摩鐵的時候 你們都跟人家AA是不是 AA的 加1 沒有AA的 覺得 真的是 不真假的 打個0 真假啊 聊天室 OMG 好大的 我如果是生出你們這些兔崽子哦 我都把你們掐死算了 對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已經附了這個東西啦 為什麼他還要再給他500塊搭檢車呢 女生出門沒想到怎麼回家 擺明就是坑 啊沒辦法啊 叫你們要找妹妹 那你們找姐姐就不一樣了嘛 來 你多少 我框你 我不要姐姐 要阿姨 我已經說過了 我再說一次好不好 我現在只能稱為姐姐 糟糕 一小時女友 只要4000 欸一小時女友4000很貴耶 靠北 啊你有沒有人缺男友的 啊你會介紹我去 一小時4000哦 啊以我而等級 當然不做任何事情啊 能跟我聊 一個小時的天影大恩大的好不好 聊天室 你們還不趕快卸足龍恩啊 所以我聽完這故事之後 我真的覺得 欸 因為我跟你講 算命的呢 都一直說我以後要生兒子 每一個算命的說我以後會生兒子 然後有人就問我說 欸阿菜你以後真的老實說你想生兒子的女兒 我以前是想生兒子的 但是呢 現在 近期的一兩年 喔我覺得別人的女兒好可愛哦 我真的覺得好想生女兒 因為兒子就很麻煩啊 你就覺得你好像會跟他綁在一起 然後呢 他以後還要就是照顧家庭什麼之類啊 啊女兒就比較不會啊 啊如果我生了兒子這樣子 我真的 喔 楊醫師 你們今天如果出去 你們都這樣把500抽回來 你不要說你看我台呢 你們真的不要說你們看我的台 我很尷尬 反正呢 我講到這個 我又有一個朋友 我跟你講他跟我就是港箭討 因為呢 為什麼我也會一直煩惱未來可能怎麼樣啊 就是我要跟這個人在一起 然後我就覺得說 欸那未來可不可以負擔這個東西 未來他可不可以照顧我 未來他可不可以怎樣 我告訴你 你們也看我一路到現在 選來選去喔 趕到現在 啊趕到誰 選到哪一個 啊還不是自己坐在這邊開直播給你們看 你 架不出去 600 給我閉上你們的狗嘴 不要整天在那邊狗叫 然後我這個朋友呢 就這個人喔 他 要跟那個女生 就是 進行 我們來講一個浪漫的戀愛關係好了 都還沒有要正式要進行 然後他就在想 我就說 手都沒牽 親都沒親到 不要說別的 手小手兒都沒牽 就在擔心說 喔壓力很大 如果這個就是想未來以後小孩要怎麼辦啊 什麼東西要怎樣啊 什麼什麼要怎樣啊 現在都顧不好啦 落格 然後再來我要繼續講 另外一個故事 剛剛那個是一個故事吧 還有另外一個故事 反正我有一個女生朋友也是會跟人家約跑的 然後他就說 欸有些男生約跑是真的是非常討厭耶 你們知道哪幾種男生很討人厭嗎 第一種就是 他會社後不理 反正我這個女生呢 就跟這個男生約跑了 那跟這個男生約跑完了呢 欸這男生就有點社後不理的感覺 啊社後不理完之後 重點來囉 就問這個女生說 啊你覺得我剛剛幾分 我表現的怎麼樣 我是比你約跑所有人 就是 標準值還要大嗎 那你約過幾個 然後我就想說 但是你們會問這樣的話嗎 因為我的疑惑是 男生真的都很喜歡女生幫他們評分嗎 問這個問題就很尷尬啊 啊講出來也很尷尬 要不然那個對方要講什麼 你不講話也很尷尬啊 啊你講出來也尷尬啊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 你說如果是情侶的話 我覺得OK 就是你們是有一段關係 我覺得OK 就是聊到這個很正常的事情 但今天約跑的同時 又聊這個超尬耶 約跑可以變顧跑嗎 我跟你們說 我大多朋友 都不是顧跑的 因為顧跑就會有 叽叽歪歪一大堆 他們就會說碰到 就一開始就說紙約 然後不過問 啊越約越過問耶 一直問是怎樣啊 那種約一約完之後啊 就會問他開始比較 detail的問題 personal的問題啊 譬如說你現在 我朋友打給我 喂 欸你等一下去哪裡 喔我等一下去跟那個誰吃飯啊 啊怎樣 喔啊你幾點會回來 喔怎樣怎樣 喔講完了 欸很正常 但是今天如果是一個 你約跑的人來問你這個問題 不就很尬嗎 你就開始覺得說 關你屁事啊 那你有朋友約跑最後在一起吧 沒有 欸好像有啦 但是有分手了 再來 我不懂為什麼 既然有男生 尤其是台灣的男子 喔約跑的時候 我朋友被問了一個問題 這個我覺得就已經過了 一開始的時候他就問他說 欸那你有在吃避孕藥嗎 因為我戴套會射不出來 戴套射不出來會怎樣 所以今天要約跑 戴套射不出來 然後勒 這到底是什麼問題啊 我跟你說 超級多 我真的早一天要認真跟你們聊一下 這話 你們知道超級多男生是射不出來的嗎 就是我以前真的不這麼認為 可能我真的 我都住在國外 然後我到香港之後 就有碰過 我身邊的朋友 我可能只碰過一兩個 但是我身邊的朋友 就聊起來的時候 就才發現說 蛤有這麼多男生射不出來 但你覺得射得出來 跟射不出來 哪一個比較好 就比較早射啦 早洩跟射不出來 哪一個比較可怕 當然是射不出來啊 欸射不出來很那個耶 就是 心靈很受傷耶 戴套就射不出來是什麼心態啊 聊天室 這什麼心態 你約跑今天還不戴保險套 到底是怎樣 欸這種措施一定要做好耶 給我做這些事情 都不給我戴保險套耶 像我 我從小受到教育 就是 你一定要那個 即使我跟我的男朋友 之前跟男朋友喔 都有戴套 我有一個朋友 然後呢 他跟這個男生啊 他們不是約跑 就是 他們不算約跑 但也沒有在一起 顧跑 顧跑好了 然後有一天呢 這個男生好像就那個 保險套破掉 於是呢 他就直接帶這個女生 去樓下 他就說 喔好我等一下帶你去西藥房 女生也就覺得OK 結果他 到西藥房的時候 他就停下來 那我那女生朋友想說 欸 停下來怎麼樣嗎 那男生就說 OK你進去買 他叫我那個 朋友 進去自己買 自己付錢 自己吃 欸可是那是一個 Kimoji的感覺耶 什麼叫250而已 不管250 350是一個感 不是錢的問題吧 同學們 女生要怎麼樣啊 女生就下去啊 因為這她的身體啊 他下去就自己買啊 然後買 買了之後 他就跟我們講這個故事啦 我們就想說 What the hell 怎樣 是有多客家啊 你媽的 客家就自己在家打手槍啦 約什麼約啊 欸 已經給你顧跑囉 在家 給我打手槍 好不好 自己嚕 影片放一放 好不好 就嚕出來了 不要在那邊吵 好 好 好